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有什麼好吃呢? 我又想吃肉 今天來個很簡單的香茅牛雞扒 不是想那麼複雜的就很簡單 送飯是一流的 不送飯就這樣吃也很棒 大家好,上次受煤氣烹飪中心邀請4月9日課程 已經很順利地圓滿結束 很多網友都有來參加 在接下來的6月17日下午2點至5點 星期一又有烹飪班 今次我會示範這個去骨海南雞和雞油飯 另外呢,實習是這個黑胡椒大蝦 實習是我先做的 原來我們在現場做 這兩道菜都是很好吃的 有關的詳情 大家可以在說明欄中 會有連結的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大家見面 我們先看看原材料 三條香茅 街市都可以賣 薑 蒜 一包黃薑粉 幾元的雞 你去到街市 看到印尼姐姐 喜歡去哪裏呢 你跟著去買就可以了 一定便宜 還有那些香茅 都是在那些地方都可以賣 東南亞菜 原材料那些店 兩塊雞扒 在雪櫃解凍好了 已經 材料是比較簡單 小小的 其實已經夠了 一個街市裏 買齊 即是不用四處去 去政府這街市 不喜歡用雞扒 我喜歡的雞扒 沒有骨 那你用雞都可以 等一下還有醬汁 醬汁 等一下我們要用來醃雞扒 這個雞扒 很棒的 這個雞扒 香茅 三條 我們 接著是筋位 我們要的 上面那些 即是幼那邊 我們不會要的 因為那邊的味道 不太棒 接著呢 慢慢切 你可以先打 打一下 然後先切又可以 用攪拌機 攪爛它又可以 那我懶 直接用刀刀切 切細它便可以了 方便出味的 我們先放在那邊 然後薑 我們現在要多一點 這裏差不多八十幾個 我們切到一粒粒 之後我們壓爛它 壓爛它 切細它 接著我們 就是這樣 我們將它切 切了一邊 稍微切細它 但是味道薑蓉那麼細 薑蓉之前的狀態便可以了 好像我這樣刀 左右手 左手按刀頭 右手擺動刀 這樣不會飛到時為乾淨一點 不用做那麼多清潔的功夫 這個大小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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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蓉是可以幫助雞提鮮的 有蒜頭 它會軟一點的 雞扒兩塊 你放一塊都可以了 你減回份量便可以了 那我就兩塊 因為不夠吃 我可以吃兩餐 中間那些白白的骨頭 那些軟骨 我們把它切掉 用刀 刀鋒向外面 這樣挑出來便可以了 只有一點點 有時候 不想麻煩 留回去 沒有所謂 然後 我們在肉 切幾刀 這樣煎的時候 就不會收縮 這樣會快熟一點 接著我們準備醃 我們先放些香茅 然後用一點滾水 因為那些香茅 我以前做過的 香茅雞 那些豬扒 用滾水下去 它才會出味 那些香茅才會出味 這樣 你醃的時候才有料到 然後我們把蒜 當水凍了之後 我們把薑 蒜 放進去 接著 有些生抽 我們要加的 少許生抽 魚露等等 我寫在螢光網上 最重要 可以說 剛剛有沒有看到黃薑粉 我們要加少許黃薑粉 因為黃薑粉 是很有益的 那我們就加少許 但大家要小心黃薑粉 然後我們把兩塊雞肉放進去醃 醃 醃過夜都可以 我是醃過夜的 起碼要醃兩個小時以上 因為有這麼多厚度 因為有這麼多厚度 有可能有講過 你可以一邊欣賞美麗的廣告 一邊幫狗的媽媽 好數會 廚房烤的飯 或者其他我逛逛 麻煩 麻煩 最後我們放少許油 放少許油 搞定 很香的 那些香牛和薑 等會我會一起煎 不要浪費 很好吃的 煎香了 我們種了很簡單的醋汁 蒜頭辣椒 我們將蒜頭切細 兩隻辣椒左右 就好了 不吃得辣的 都是那一句 不用放 或者放少許燈籠椒 有些燈籠椒 有些顏色 就好看 就是這樣 很簡單 接著呢 糖 醋 糖醋水 糖醋水 和少許生抽魚露 搞定 但是呢 因為我們下了沙糖 我們拿去 等下拿去煮一下 煮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煮一下 煮一些糖 基本上 我會寫在螢光網上 大家要試試味 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不然呢 酸辣 那就正了 糖呢 煮一下 當然呢 鹹鹹的 雞花醃完 我們準備煎 中火氣鍋 燒一下 煎 煎 煎 鐵煎 所以可以燒 不用擔心 少許油 煎 煎 扭一下 等它先燒 保持中火 油煙 我拖一下 放下去 如果是位 warriors 雞排 雞皮肂 不用有香茅 這樣會比較煎 如果有也不要緊 可能會有一點 焦焦的 煎完之後 沒問題的 一樣可以的 很好吃的 等一會把香茅全部放進去 我們保持中火,先煎一會,然後稍微收低小火 中至小火,慢慢煎香層皮 它不會收縮的,但我們按一按它,令皮貼著黃 這樣顏色就會好看很多 我們看看,顏色已經不錯了 然後我們有很多醃料,放進去,不要浪費 讓它煎一煎,是更香的,其實可以吃的,不要浪費 然後我們蓋上蓋子,蓋上蓋子,快點熟 收小火 三、四分鐘左右就夠了,你可以在中途看看 最重要是它皮煎好,夠顏色,這樣就可以翻了 你看看,可以了,有顏色,然後我們翻了 看看,很帥的,然後我們收慢火 不需要再蓋蓋子,我們收慢火 這個時候的皮是脆的,我們繼續收慢火,慢慢煎,煎熟 那那些香的牛就繼續煎,因為很香的,還有很多薑在這裡 這樣就很棒了 慢慢煎,起碼也煎5分鐘以上,因為它很厚 我們差不多可以試一下,牙籤插進去,讓它流出熱 看看有沒有血色,沒有血色就可以了,透明就可以了 很容易,不爛的,味道很棒 我們可以放一點蔥,讓它更香 你看到,明顯已經收縮了,這樣的時候已經熟了 接著我們可以吃了,醬汁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小醬汁,保持著放在冰箱裡,可以用幾次 很容易吃的 煎飯,就這樣吃,也很棒 一頓就這樣吃一點,吃一塊雞扒就飽了 一樣很汁 很香的 味道很棒的,肯定是軟的 因為有這麼多薑,這麼多蒜 又軟又香又多汁 麻煩還沒訂閱,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可以給我讚好 分享給朋友 有醋汁就會更加正 熱,香茅特別正 香茅雞野,香茅豬扒,香茅雞扒都很好送的 希望大家喜歡 我懶得把剪刀剪出來 用刀刀吧 今天差不多了,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如果您說要 一定會不會 吋你雞刀劍 加慢一點 最 process多少 你的嘴巴 還沒拿宮 好嗎 好,另外一杯